今天這隻虎視傳媒升了一成多 這些都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還有Patreon也有寫過的騎士達 還有這隻中國春來 其實早前都是升得比較慢的 這陣子突然就好像加速一樣 除了這隻中國春來 這三隻當中好像比較正常 另外兩隻要預算它隨時突然跌得很金 現在市值都不是非常高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歡迎大家回到配星企劃這個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投資一些配星股 記得按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在開始之前除了按LIKE之外 這個影片就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投資者是需要加以評估 並且承擔所有風險的 下面也有三個社交媒體的連結 如果我們第一次來的話 可以去到下面Facebook、IG 以及Scan QR Code 可以去到我們的Telegram 方便我們溝通 除了在YoutubeJoinMember 或者下面有個Thank you 按鈕之外 大家也可以去到我們的Patreon 或者是BuyBeeCoffee 支持我們這個頻道的發展 導致這個頻道可以維持 大家可以去到下面的timestamp 去到不同的部分 我們通常都說回大市 之後就說回一些世價股 大市我們就輕輕地說 這個大市依然是繼續 很明顯這兩周 這幾周都跌了下來之後 就是橫行 現在呢 都是繼續很差的 就是那個市都是繼續很差的 但是呢 他現在還沒上去 同時就在這裡橫行 就是已經說過N次 如果他這樣跌下來那一下 他跌得越急就快一點 那現在呢 就在這裡拖緊 那這一下才是比較差的 那 待會也會說一下 其實似乎 大型那些呢 最大的兩隻都不是太OK的 就是我關一間騰訊阿里巴巴 那今天就算 都不緊要 他們那兩隻拖著都好呢 那恆生科技指數呢 都是 不是太影響的 都是依然在 下面就彈上來了 那希望呢 就是明天不要突然間 穿了 4400點 如果不是的話 就 可以閉上眼 等他繼續跌 但是暫時呢 現在呢 這隻 恆生科技指數呢 都還是OK的 那今天呢 特別都想說一下 小米集團 那小米集團呢 其實呢 他在七月上來之後呢 就竟然做好了 那 所以呢 大家看到 今天呢 他在 中段的時候 其實都升得挺厲害的 都是升了5% 所以大家呢 都可以在 平時留意最初的幾隻之外呢 都可以留意 這隻 這隻小米 那你見到呢 他現在都出了一個 和 汽車有關 和這個 新能力汽車有關的 地圖裝置 看看他有沒有靠這件事呢 去 發揮 那 至於 騰訊和阿里巴巴呢 繼續 去看 那 騰訊呢 已經 好幾天呢 都低過 我說的低位 320天 那 如果你用回 周線圖 繼續是 非常之 拋離 這個 20天線呢 比較遠一點 看看他會不會 穿上去 這條 黃線呢 再繼續向下 那 現在呢 就變成了 如果你長線級是OK的 但是 你慎房 即是你要預算 跌到下去 230元 你都要 覺得無所謂 那才可以 那 當然 因為你很難猜 幾時才是最低的 那 現在是不是 即是正常情況下 他不倒閉 那當然 這個時候的吸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應該長遠來說 現在這個位置 都算是低的 那 阿里巴巴巴呢 就 又是 即是 除了騰訊 是穿了321之外 阿里巴巴巴 也穿了100元 好幾天 那 所以似乎 他被這個位置頂著 之後呢 就已經要 下去 那 你放大一點看 其實呢 如果他明天還是這樣的話 就變了 是 他又跌下去 20天線 以下 所以呢 也要重新再計算 那 美團 就沒什麼問題 京東 都沒什麼的 就是 在 斬了頭那兩隻之後呢 其他那些 都OK 所以你看到 恆生科技指數呢 就依然 不太差 這個就是恆生科技指數 因為小米那些 比較低的那些 都做好 是頭那兩隻拖累的 那 我們呢 找回一下 究竟有什麼股 是值得去留意 也有機會升 那 第一隻呢 就是 三一國際 之前說過的 其實現在呢 它已經是 如果利用月線圖看 它已經是 叫做 跌回來這個上升軌 之後呢 再彈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這隻 六三一 那六三一 是正常的東西 那 不好處是 介紹的時候 都說過 因為 真的從一百年開始升 就已經升了四倍左右 所以呢 就變了 你適宜是 短炒 除非你真的 對它 很有信心 跑上去那些 都不敢說 叫做 拿著 因為你現在吃虧了 好像 710 那些 那些 叫做 高了 現在 或者是高位電子 1415 都是高了 另一隻呢 就是 跟能源有關的 不過我猜 就少人會提 就是這隻 縱成能源 那 它的情況 就差不多 它也是 叫做 下來了這個位 之後再上回去 那 你現在看到呢 其實呢 現在是今天的 9.8 來的 那 就是這個新聞 油價還在升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一些 油股 那 1623 那些 海龍那些呢 就自己決定 因為 海龍是升的 但是它升的 就是海龍控股呢 就是1623 它那個 升的情況 一向都是 噁心一點的 所以呢 自己去 判斷 究竟你 加不加入這個 恐怖的 又升又跌的股票 那 這兩隻呢 說過很多次了 其實呢 這兩隻呢 可能暫時呢 你看到 有些 什麼大幅的 升幅的 就是中港核 抗業 和這隻南方猛業 但是其實它那個技術上呢 都是 跟先前那兩隻呢 有點像 就是跌了下去 那個底線之後呢 現在就已經上回來了 那 現在呢 很快地提一提 一隻呢 是說了一段時間 也都差不多 有一隻股票呢 是 叫做 可能是 阿爸年代 或者是 在老一輩的年代 多數買的 第一太平 那 因為 整天呢 就說什麼包裝食品 包裝食品呢 就 突然間醒不醒呢 其實呢 包裝食品呢 第一太平呢 是有的 那就是 這個 叫做 Indo Food 所以呢 它也是 叫做 去一些 增長的 地區 叫做 叫做 高增長的 地區 好像是 在 東南亞那邊 我忘記了是 菲律賓 還是 印尼那些地方 那 大家就可以留意 這隻 它這裏 公司概括有說 沒有了一些文字 不知道為什麼 這陣子突然間 都沒有了一些 簡介 短到這樣 那時候呢 就是一大段 那 大家留意 這隻 也有色牌 也有5-7 視頻率也不是非常高 如果你對比 你那些 統一 或者是 旺旺那些 都差不多 可能是30倍 視頻率 這隻可能真的 太過舊了 舊到人都醒不起來了 就是 你通常 想起康師傅 那些 康師傅 都好像有15倍 視頻率 但是這隻 只有5倍 視頻率 今天呢 都想說一下 除了一隻 一九六九 一九六九 中國春來 之下呢 那這隻 家雲教育呢 都算是一隻 叫做 長線的走勢 都做得OK 今天都升了 整六個percent 看來 這裏 其實它 跌穿二十天線之後 很快就馬上彈 所以 它凡是去到三個二 按照計三個二 就不應該穿 現在也不算是 上得太多 即是用了一些中細價股的話 所以你留意一下 如果你當是穿三元 那你便止虧了這些 那另一隻呢 就是歐樹彈 那如果你們 留意一下 它那個 即是這隻 除了說 是你見到 技術上 它做得好之外 你見到這些都是一些 好像 一零九一 就是剛才說的 好像這些圖 其實都不錯 即是它會彈上來 特別是現在的悶市 甚至乎有 然後有些跌市的時候 它都會升 其實這隻是有業績配合的 因為你見到 其實就 它這裡 營業額 就升了23% 那如果只是 計美洲地區 它是增長 77% 那這些的確 就 比較好穩一點 當然 就是大家 就是它的 毛利率會比較高一點 另一隻 就是 少人會留意的 就是 這隻 1442 其實 這隻 應該是馬來西亞股 來的 它其實 之前 跟IKEA 做 這個 訂倉庫管理合約 它也不屬於 什麼大公司 去 大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但是 我都覺得 這些 凡是它有 扔到去的大公司 都 始終 不是一些 叫做 不知道它做什麼 或者是 一些 奇奇怪怪的公司 所以 如果它貼得去 IKEA 當然它不夠 Tesla 比起 Tesla 就 但是 你見它 那個 新聞上 它的業務 的確 是 肯去 做不同的事情 就是肯去 擴展它 那個 舒適圈 你當它是人 看的話 它也推出 駁船的服務 也都收購不同的倉庫 就是 這裡 它不停 都做一些 收購 或者是進軍 第四方 物流和領先的 物流供應相 那 你見到 這些 你見到它 都是比較 積極 而 最重要 我們都 先看回 圖 其實它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幾 天天都升的 就是 上年年頭 就是 你上年 由年頭到年尾 你拿著它 大概升了四倍 那 現在 難得下來 又再彈上去 所以我覺得現在 是值得 留意的 這一隻 也不是 一些 古怪 世價股 所以大家 都可以放長 少少 它的市值 也有 二十幾億 那 這些 你不要看它 有什麼市場率 看看會不會 變身 或者是 例如 突然間京東 就是 物流公司 都幾 學時 你看到 阿里巴巴 或者是 任何大型的 科技股 都會想買 物流股 物流公司 擴張 而且 新加坡 或者馬來西亞股 都很喜歡 賣學 又好 又變身 也好 所以 隨時買下去 除了它本身 這個是 它那個 公司 自己做得好 之外 也可以 去幻想一下 它會不會將來 變成另一間 大型科技公司的子公司 現在回到最尾 回答 Patreon有人問 這隻 3800 3800 其實這隻 是 OK的 我覺得 本身業務上 它是值得去長 只不過講過很多次 它那個 特別是 停牌 而且 它的波幅 一直都比較誇張 一點 很少 所以 你拿著 上來 就不會太 穩陣 你不會像 在鎮 廣燈一樣 這樣 變成 你現在 就 我覺得 它不穿三元 就沒問題 當然 有些人會玩得比較短 一點 就變成 現在 應該 它好像想 射下去 但是 它 照樣 今天收市 3.55 按照 它也不應該穿 3.4 太多 就應該要 上去 因為 你看到 其實這一刻 美股開了時 我錄得比較遲 今天 你看到 這隻 就是 美國的 太陽能股 ETF 你看到 它也升得比較 不錯 現在 一刻 是跌 我們再 Refresh 一次 現在 升了 5.5% 升了 上去 但是 你看到 這些 道指 S&P 那些 全部都是 跌 所以 我覺得 太陽能股 始終 是 太陽能股 或者電動車的ETF 其實 如果 你是 跌得來 又不想太高 風險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 駕駕駕一些 ETF 有關電動車 或者是太陽能股 因為 你看到 現在都 熱到吐 大家都會想起環保 還有就是 另一個 應該就是半導體 但是半導體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香港那些 就不太行 所以 大家都可以留意 兩隻 太陽能股 就是一隻 南方 這一隻 三一三四 我沒有怎麼說 另一隻 經常多說 209 就是 這個 中國 潔能 但是 成交額都不低 兩隻 一隻是五百多萬 一隻是二百多萬 兩隻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兩隻 一隻就是 南方 是因為 追蹤中正光復 產業指數 所以 全部都是內地股 究竟 好不好呢 就是 你們自己決定 因為 如果你覺得 到時 A股炒到 含含聲 當然 你集中在 這裏 當然會好些 但是 如果你想範圍大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 看回 209 因為 雖然你看到 現在一堆 全部都好像內地股一樣 但是 你看到 內地也有分 在美國上市 或者是 香港上市 所以 你都會看到 JKS 或者 DQ 這些 在美國上市 都會賣到 範圍就會大一點 如果你計算靈活性的話 可能 這隻會好些 那你 萬佛潮中去 內地 A股的話 當然是 買回 這隻 三四 最後 很快回答 有一個在YouTube 問這隻 紅亮環球 好不好呢 因為這隻 沒有基本面 我也看到 它 又不是特別 股權集中 只不過 技術上是好的 而且市值 只有 二點幾億 那 二點幾億 對於 創業版來說 又不是特別小的 所以 你自己就 行量博不博 反而 在這隻 給不到什麼特別的評語 因為八字頭 通常是有些 叫做 有些特別的地方 例如是大公司的子公司 例如 那時候說的 那隻 李寧的子公司 我會說一下 但是 如果你是 普通無端的八字頭 就比較 少說 就算回到以前 最多都是可能 說回 以前 新以往八字頭 就是8008 那 但是 這些呢 我就 不會特別去 推介 當然 它也可以炒到 但是你要留意 就是 找不到它 有些什麼 特別的 優勢 所以 暫時 就 自己想想 值不值得炒 那這個萬科 看看這個是什麼 萬科 創建 我沒有什麼特別去找 大家看看 萬科創建 和萬科有沒有關係 但就算是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現在 內防股也不太好 所以 我覺得 自己衡量炒不炒 我自己就不會 去強烈建議去 買 這隻 因為 實在太多正常 而又 值得去 炒的股票 所以 就 不需要特別去考慮這隻 那我們 就 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給個like 或者是 歡迎大家 支持這個頻道的發展 去按 thank you 或者是參加我們的patreon 那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